好,看到有一盒這麼巨型的耳朵在這裏 就想到我今期想和大家玩的這隻 由雲商店出的應該算是變相載版的Gundam Fixy Figure Action 這隻Wing Gundam之路EW Level Colarch 我們先看看 簡單來說,就是這隻 載版的飛翼 天使簡稱掉模 這隻初版那時一度炒到不知幾錢 約木也有三四千元吧 但當年我其實不喜歡Fix 因為我以前玩過神高達系列那套Fix 是印象普遍之差的 是差到是 脫甲啊 頭手腳伸又脫 這樣就玩完這隻 覺得這隻天使質感不錯 很難彈出來 先看看這盒子 先把盒子打開 首先來看看盒子包裝 因為這盒子太巨大 所以我只可以在地上跟大家分享 就放不到上去黑龍的桌子上 那我們就看看吧 首先這個盒子 雲商店 這隻就是1028 我記得好像是 當年初版是1026 那這個就看吧 後面就看到所有的配件 多了一個追加的模式 便秘機這個 那我們來開箱看看 再看看吧 內包是分了 兩層 一份說明書 第二層這個是支架 還有一些配件 那我們先看看說明書 學會釀成那個不良習慣 買任何東西之前 看看說明書 這個是說明書 裡面就介紹一些配件 之類的 還有教你怎樣變形 怎樣玩 那其實天使變形 大家應該知道 就是屈隻腳上去 那它的支架可以量用 可以變成飛機 和變成它那個叫 機體形態 大家看得到 其實 配件量是感人的 即不是說少是多 那就開箱看看 首先開箱我們就見到 然後呢就有 它那一對大雞翼 那它有一數一的雞翼 它都做得很漂亮的 可以說是目前 嗯? 好像是否掉了一堆翼 在這嚇到我了 那就是 我主要是又中獎 因為你老師 之前就是天望堯 已經中過一次獎 嚇到我了 那這一種設計呢 其實就是有些 我不是很喜歡這種翼的設計 是 英希就希望以後慢度改良 直接一些翼是 一體化 怎樣說是一體化 就是左右俠了之後 對翼是可以這樣動 就不是用這種球型 固死 目前出過的所有版本的 脫毛都是這一種構造的 不論RG、MG、R1 那應該目前出過的 最... 算是最漂亮的一隻 脫毛天使呢 絕對是這一隻的 畢竟價錢都放在這裏 三千元 大佬 你不再交一點功課 就... 真的有些... 有些... 有些... 太難過了 那就... 雖然說三千元就不算很貴 就是在目前的市價來說 那... 這些位置全部都是金屬啦 大家都看到的了 那... 我們就先拿開 那... 第二層方面 就是這一個... 劍的光劍特效 那... 我就不開會利用了 那... 下面有... 底的這層應該是支架來的 那...這一個也是啦 兩個支架 那... 那... 支架我就不會開來用了 因為我是習慣了 不放... 不放支架的 因為我的... 櫃有限 那個位置 那... 這個飾機頭 變形我就應該不變了 因為... 網上很多人開箱 開得專業過我啦 我只是... 純粹是開... 就是買回來 開給大家看 大概是怎樣 那... 這個是... 它的配件 還有那雙... 那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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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 但是構造設計呢 好像是跟... 其他有一點點區別 嘩 它那個... 即是說設計很特別 就是... 又刷新了我新一輪的 對FIX的感覺 以前覺得FIX差 現在覺得FIX好 那... 然後... 看第二層先啦 第二層方面 這些我就不拿出來啦 六對手型 那... 兩個替換的頭啦 這個角 那... 那... 四支槍 兩支小手槍 大概就是這樣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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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看另外的本體方面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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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指甲類來的 即是便秘機用的 那... 那麼... 兩個 Düium 細雞翼 那... 全部都有放在袋裡 那裱這個... 我覺得也是很特別啊 那麼... 所以剩 largo MAR嶽 那些是沒有的 燒光也燒得很均勻 基本上就是這樣 其實我現在很怕玩這麼複雜的玩具 我希望越簡單越簡陋 最好 好了 到重頭戲了 就是拿這隻天使出來 這隻天使呢 它在箱裡 就是在這盒子裡 它是有給這張紙做 防儀式和護著它 那我們來看看 嘩,整隻東西真的拿上手 給我 我不會說,更漂亮 MB的感覺 初版我沒有買過 那我就不好意思 對它作任何挑剔或者評價 以我目前玩過這一隻來講 成色方面 整隻東西的燒光手感 是 做得很完美很完善的 所有關節都是金屬 就不怕它玩爛或者鬆動 那 胸口這顆東西就是透明件來的 就是那個靈食那個 叫什麼 駕駛艙的位置 手臂的可動 因為我之前的神移 有給我玩斷那隻角的 那個 陰影在那裡 我現在不太敢玩 就是這些太實的 那些扣狀 手的那裡 它這裡有拉伸關節 就 不算幅度大 但是夠用的 我個人覺得是 大概就是這樣 整隻有少少像肌肉型 就是 那個層面性是更加的 比 Nobo 漂亮 比MG 正 比Meta Build 更加的 多了一種 昇華感 那麼 它這張紙就是 弄了一隻腳 它也都很 萬代算是很良心的 它並沒有將那個 即是說這張紙做成一個圓圈套 它要你撕爛 它是直接捲一層 下去就可以了 那隻腳的那裡 那這塊東西 大家要小心一點 這塊東西我怕會容易斷 因為它不是金屬 這塊 就是那條軸的位置 以前我朋友玩 我就交街夾試過玩斷過一次 其實我很好奇 為什麼會玩斷 那 腳的那裡就有些 貌似 很實 我不是很敢動它 這樣 這裡就是 按隻腳 大概可動 這個位置應該可以屈到盡 但我不是很敢屈 我敢屈斷 所以 其實 Fix 其實 老實說 是不耐用 如果你們想玩 我推薦都是玩 Nobo 系列 Nobo 會比較 合適 是把玩 連動性都不錯 下面就是球形 這隻天使 應該是我目前 玩過最棒的一隻天使 這個位置 可以看到 全部都是金屬 這些位置 會不會容易爛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 它應該不會 鬆就一定不會鬆 但是它這些位置 真的太緊 很難拎得到 向後的腳的可動性 是很大的 向前就貌似有點差 但是 應該是一樣的 應該都可以向前 踢到盡 但是我不敢動 可能是 這裡就可以 哇 這裡 這個設計幾新用 大家看看 這裡可以向左右拉 這個位置 基於它整隻都是 合金來的 這些位置 大家看看它的構造 就是這樣 它這樣的設計 有一個好處 就是方便你擺 衛星微波炮 向地球發射的動作 更加完美 這樣就應該是屈度盡 那隻腳的可動 但我不敢再向前屈 應該還可以再上一點 大概就是這樣 那個腳的 就是向前提起的幅度 如果你把這些甲整起來 它的幅度應該沒有那麼大 大概就是這樣 這隻腳的比例大概是1比100 那就 比例不算十分之巨大 對比1比60 這樣計 就正常來說 這個比例 這個size 這個造工 這個上色 個人覺得是做得不錯 應該算是比較完美 因為這件兩邊 大家看這裡 它是獨立做了一個這樣 分開 所以它是可以把那個幅度 擴展 這樣 就是類似這樣 你收起來就變成這樣 這樣就很修身 就是這樣看 那就大部分介紹完了 所有關節都是金屬的 頭手腳身這些位置都是金屬 所以 換個角度看 其實是 一分錢 就一分貨 這裡是直接拔這個 會不會時間 久了會容易鬆 我就不知道 因為fix 我其實很少玩 這個位置都是透明件 個人覺得漂亮 這裏 我記得看別人的視頻 好像是可以 拉開 不敢肯定 但應該是可以拉開 嘩 這裏也可以這樣拉開 但這樣拉開有什麼意義呢 我想不明白 這些全部可以叫它下來 基本上就是這樣 看看面相 大概就是這樣 後面這些位置 全部都是金屬 關節的四個位置 1 2 3 4 5 6 7 8 9 它這些小細微的金屬位置 都是金屬件有油出來的 這點 不錯 它也有上水貼 時間久了會不會容易 要清塵 一洗就脫掉 那就後視了 這雙角呢 是瘋死的 會不會容易 一拍就斷 就不知道 基本上就是這樣 看看這裡 這裡可以打開 有一個火神炮 這兩隻角可以換成零色的角 我就不換了 今期視頻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